谈及国内的选秀综艺,中国好声音一定是绕不开的焦点之一。 该节目举办十年以来,为华语乐坛输送了梁博、周深、张碧晨、极客俊逸、单依纯等多位优秀歌手。 去年是中国好声音十周年的特别节目,所以节目组在赛制上有很大的改变。 那就是除了廖昌勇、汪峰、李克勤和李荣浩这四位导师外, 还新增加了张碧晨、黄霄云、吴莫愁和极客俊逸这四位导师助教。 值得一提的是,周杰伦早在好声音2020结束之前,就官宣了将继续担任下一季的导师, 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没能实现,所以纳因临时救场。 盲选赛段结束后,由廖昌勇接棒。 好声音2021主导师和助教导师这个赛制,在网上其实褒贬不一。 有观众认为,四位导师助教增强了节目的趣味性。 当然,也有观众认为,他们没有给主导师任何的帮助, 因为他们几乎每次转身,甚至成为了替主导师看选手颜值的助手。 于是很多的观众都关心好声音2022会不会还继续演示这个赛制, 如今的答案似乎来了。 最近某网络大V爆料了好声音2022的导师阵容, 和上季一样,仍然有主导师和导师助教。 五位主导师分别是李克勤、李荣浩、邓紫棋、李健和肖敬腾。 之所以说是五位,是因为李健只参加了盲选的赛段, 后面的赛程就交给了肖敬腾。 而四位导师助教分别是扎西平错、周深、善依纯和黄霄云。 好声音2021中,纳英之所以会退出, 是因为他本就是临时救场的,且后面还有其他的通告。 但是现在距离好声音2022录制时间还早, 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李健参与盲选赛段, 然后交给肖敬腾这样的操作。 难道是因为肖敬腾正在参加闪光的乐队, 所以分身乏术,笔者对于这一爆料持怀疑的态度。 李健能回归的话,其实是一件众望所归的事情, 毕竟他本人的幽默就足以给节目增加很多的看点, 不至于让几位导师在那尬聊。 但是如果赛制真的如爆料所说, 其实肖敬腾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, 能写、能唱、会玩乐器, 应该是不少选手心仪的导师。 除了关于李健和肖敬腾这部分的爆料外, 李克勤、李荣浩和邓紫棋加盟担任主导师的这件事, 笔者认为可信度还是很高的。 好声音2021是李克勤首次加盟并担任导师, 而且还带出了唱粤语歌的冠军五颗月, 彻底打破了网传粤语歌手不可能夺冠的说法。 相信看过好声音2021的观众都能发现, 李克勤对学员很认真负责, 是真的会和身边的歌手朋友交流怎么做好导师, 怎么带好学员, 所以他继续担任新一季的主导师应该不是问题。 从2019年至2021年, 连续担任了三季导师的李荣浩, 继续担任好声音2022的导师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 至于邓紫棋, 去年周杰伦确认缺席好声音2021之后, 网上就传言称邓紫棋将会接棒, 但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没能成行。 此外, 按照好声音导师阵容的惯例, 通常是三位男导师和一位女导师。 所以如果李克勤, 李荣浩和肖敬腾是确定了的话, 那么邓紫棋的加盟可能性是很大的。 除了上述的主导师之外, 本季的四位助教导师看点也很足, 尤其是周深和善依纯。 对于周深加盟好声音担任助教导师这件事, 其实去年这一赛指刚亮相时, 网上就有很多的这种声音, 毕竟周深目前算是好声音学员中发展的最好的一位了。 但同时, 周深也是好声音十年以来最大的遗珠, 所以不少周深的粉丝其实不太希望周深回到那个伤心之地。 但如果周深接到了节目组的邀请的话, 逼着相信周深应该还是会去的, 毕竟那是他被更多人认识的平台。 单一纯是好声音2020的冠军, 但是他夺冠之后并没有签约惨星, 而且之后和浙江卫视的合作也不多, 所以逼着对于这个爆料是存疑的。 当然了, 单一纯毕竟是好声音出去的, 且从长远来看, 双方都有合作的动机和需求, 如果浙江卫视愿意接受邀请单一纯的话, 逼着相信他应该是愿意接受的。 另外两位黄霄云和扎西平措, 他俩的看点没有周深和单一纯强, 毕竟前者去年就担任过导师助教了, 而且似乎是因为综艺感不够, 所以镜头并不多。 至于扎西平措, 应该算是好声音10年以来最糊的冠军之一, 自从夺冠第6季的冠军之后,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, 所以逼着对这个爆料也是存疑的, 毕竟即便是继续邀请张碧城, 吴莫仇和极客军艺, 效果也会更好一点。 最后, 如果该爆料全部属实的话, 逼着盲猜一波主导师和助教导师的搭配, 首先, 李克勤和周深在我们的歌中有合作过, 所以他们俩应该会合作搭档, 其次, 单一纯是李健带出来的冠军, 他们俩合作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意外, 后期肖敬腾和单一纯的合作也挺好的。 至于李荣浩, 邓子奇, 扎西平措和黄云霄怎么搭配, 其实是一个难题, 毕竟彼此在好声音舞台上都没有什么合作过, 但笔者猜测李荣浩会搭配黄霄云, 邓子奇会搭配扎西平措。 如果好声音2022的导师阵容, 真如上述爆料所说, 你会追这一季的节目吗? 会为谁而追呢? 感谢观看